李连杰究竟有多强 一人单挑整个巴黎警察局 平淡无奇的筷子银针 在他手里都是致命武器 虽然这些是电影中的片段 但李连杰的强却是真实且无庸置疑的 为何会这样说呢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龙之吻》这部电影来了解一下 众所周知李连杰是全国武术冠军 自小西武精通各种拳术和兵器 武打动作保持快准狠的同时也不缺失美感 所以后来在进入电影圈后 凭借这些优势 他很快便打出一番名堂 少林寺 黄飞鸿 方世玉等影片 更是祝他一举摘得功夫皇帝的桂冠 甚至可以与成龙一较高下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由于两人都是武打明星 很多人都会把他们拿来做比较 而两位当事人明着不说 私底下肯定也是暗暗较劲 1998年成龙凭借尖锋时刻 在好莱坞站稳脚跟 紧接着李连杰便携致命罗密欧 敲开好莱坞大门 但可惜的是 由于这部电影使用了大量的特效技术 导致影片中很多动作戏都变成了花旋绣腿 本该刺激的打斗场面 一下子失去了真实感 观众们对此自然是不买账 纷纷吐槽李连杰是个名不副实的动作演员 有些观众甚至还说他是崇洋媚外 拍这部电影纯属是为了讨好美国人 于是为了向观众们证明自己 李连杰决定拍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打片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 李连杰特意邀请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导演 吕克贝松 两人相谈甚欢 很多想法都不谋而合 于是就这样 电影《龙之吻》被提上了日程 原本李连杰以为会等很久 没想到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吕克贝松便带着剧本和投资回来了 甚至把法国导演克里斯·奈汉也带来了 两个最佳导演和一个最能打的动作演员 这部片子在动作设计上自然是颇具看点 李连杰的武术功底是真的强 拍摄过程中 他用三个把掌打得对手心生恐惧 武打动作快到连摄影机都捕捉不住 《龙之吻》这部电影 李连杰力求真实 所以在打戏上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为了能让摄影机捕捉住出拳的速度 李连杰需要和他对打的人 能跟上他的速度 因此召集了全欧洲受过武术训练的特技演员 从80多位人中选出了30到40位好手 和他们一起来完成影片中的五大场面 值得一提的是 这其中有三位还是法国的武术冠军 所以每个人在镜头面前展现的都是真功夫 电影中有一场隧道战 据说当时连旅客背松都看呆了 这场集拍完之后 他还想着跟李连杰学两招 但可惜的是 最后根本没有李连杰做的好看 值得一提的是 影片中李连杰被法国警方伏击的那条隧道 正是戴安娜王妃意外身亡的 阿勒马乔右岸的隧道 由于李连杰拍摄时的出拳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导致摄像机根本就拍不到清晰的画面 可怜的法国导演被逼的没有办法 决定用微雅来限制李连杰的身手 但即使是这样 李连杰的速度还是快到不敢眨眼睛 剧组的人因此还给他起了个外号 中国超体 导演克里斯纳汉在幕后花絮中说到 我们拍李连杰的戏从不担心他 担心的都是别的演员 片中有一场戏 是李连杰需要打对方三个耳光 对戏演员怕被打掉下巴 便嚷嚷着要退出 李连杰为了表示 自己能够很好的控制力度 便对这位演员说 这三个耳光其中有一个我会来真的 但我不告诉你是哪一个 因为每一次我都会变 这话说的真是让人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但神奇的是 这场戏拍完 对手演员不仅没有被打哭 反而还在哈哈大笑 原来李连杰的三个耳光 听着很响亮 其实打在脸上一点都不疼 力度控制的也非常好 李连杰用这种方式向好莱坞 证明了自己的武术功底 也告诉所有人传统武术最高的境界在于收放自如 致命罗密欧的前车之剑 让李连杰在拍摄龙之吻时很少使用特效 整部电影从头到尾 只有两处运用了动画特效 一处是李连杰被困在管道中时燃烧的火焰 另一处是他踢飞的抬球桌上的抬球 而这个镜头也是为数不多片中使用了掉线的镜头 全片只有七处镜头使用了掉线 在特效的使用上 李连杰真实做到了能不用就不用的地步 作为一部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电影 龙之吻中的东方元素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五颜六色的虾片深受法国人喜欢 平淡无洗的筷子也成了杀人力气 甚至连治病救人的真酒术 都成了李连杰最后完美一击的龙之吻 所以这部片子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 都不再是李连杰为讨好西方的谄媚之作 龙之吻上映后全球票房高达15亿 李连杰不仅靠他迅速在好莱坞站稳脚跟 片酬从6000万直接变成一个亿 而且名声也是随之扩大 在参加一档访谈节目时 主持人更是为了留下李连杰 直接说他们的总统是个弱智 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不得不说李连杰是真的牛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幕后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